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要拍摄MV 加上连场的生日庆祝活动 但再忙也要预留出时间跟男友刘浩龙相聚 6月16日是荣佐儿的生日 整个6月都成为这对情侣的庆祝月 虽然6月21日晚有三号风球过境香港 但坏天气也没有影响到两人的排脱性质 一同到中环吃饭 席间举止亲密 两人用膳完毕步出餐厅 发现有记者等候时表现大方 一同面带笑容登上荣佐儿的保姆车 刘浩龙在车内更向记者回首道别 然后驱车开往上环一所商业大厦 不过只有荣佐儿和助手入内 而刘浩龙随即乘车离开 好 来吧 好 来吧